好 全球焦点我们来看到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了TikTok剥离法案 并且是要求TikTok要在9个月内脱离大陆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不过专家也指出了美国光是禁TikTok是不能够解决美国担忧的国安卸资 国安会以及政府必须要彻底的解决情资外泄问题 另外路透独家报道引述和字节跳动知情人士的消息 如果TikTok用尽任何法律手段也无法阻止美国的剥离法案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宁愿收掉这款应用程式也不愿意卖掉 好 再来看到是美国挺巴勒斯坦反犹太学生运动 目前是进入了第九天 而且从东岸现在一路到西岸是遍地开花 美国南加大除了暂时关闭校园也取消了毕业典礼 以下是一段波士顿警察叉叉除了这个 扎营抗议学生的营地画面 以及CNN报道的镇报警察进入东北大学校园的现场 警察叉声,撿警察迈凭他的外观 警察提供者随意见到 警察的进入都是指引我们的固域 探紧警察 警察 hotel警察 警察罪委员成了 警察联系列员上发布 警察署人员抗议说要员 警察网警察网络员去 探紧警察罗继门 警察网继《警察罗葡达》 警察网继业前探紧警察网继 警察网继至今的警察网继 警察网继 torch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波士頓警察是拆除了 位在艾莫森學院挺巴勒斯坦人士的營地 並且逮捕了超過100人 而這次的學生運動 要求美國政府要阻止以色列 繼續的攻擊加薩平民 根據巴勒斯坦當局表示 已經有3.4萬人是死於加薩戰火 好 我們的鏡頭轉到大陸 來看到在25號晚間8點59分 是成功發射了神舟18號 載人飛船上太空 那麼這一次太空人 預計會出差半年的時間 亮點除了三位太空人 都是巴林之後 還會在太空船上嘗試養魚 如果實驗成功的話 意味著人類在太空 自給自足的能力 現在更上一層樓 倒數發射 大陸神舟18號載人飛船 搭載長征2號F火箭 25號晚間8點59分 在內蒙古九泉衛星發射中心升空 寫下大陸航空史重要里程碑 翻版展開 工作正常 我宣布神舟18號發射任務 取得圓滿成功 這次升空其中一個亮點在於 直行乘組的太空人都是巴林後 而且是空軍飛行員出身 選在風場較大的四月發射 就是要測試看看強化過的天氣預測 和沙塵預防有沒有完善 預計在太空站停留半年 過程中除了出倉活動還會著重在太空 進行裝置防護與回收 今年10月下旬返航回東風著陸場 本次太空人出差預計會有不少新挑戰 最受矚目的就是在太空養魚 首次帶上脊椎動物斑馬魚 要是看看能不能成功生存發育 但太空是無重力環境 養魚究竟會如何 為了讓魚能在太空活 這次也帶上金魚早實驗 透過行光和作用製造養分給斑馬魚 建立封閉式的自循環系統 氧氣二氧化碳自己產生吸收 返航時會帶回斑馬魚產的卵 再進行研究 斑馬魚不只生命力旺盛 繁殖力強跟人類的基因 還有高達7成以上的相似性 如果實驗成功 未來人類 上太空自己自足的能力會更強 記者 中心良農新聞報導